有很多小说其实都很适合改编成影视剧或者电影的 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在跟大家讲的博尔赫斯 他有许多小说其实是被改编过的 就是被比如说法国当年的新浪潮导演 有很多东西灵感都来自他 后来的好莱坞一些科幻电影里面那些的观念都来自他 你比如说像那个叫做星际穿梭是不是 Interstellar 那个戏里面描写那种多次元的空间 其实很多人就认为是跟阿莱夫是很相似的 阿莱夫就是我们接下来还会跟大家介绍一篇小说 但是问题是博尔赫斯的小说很吸引人 让你很想把它视觉化呈现出来 但你又觉得很难 你怎么去呈现一个人看到什么东西都记住 那是一种你喜欢电影的人 你会觉得是个挑战就要拍他出来 那种效果你怎么把它拍出来 看东西什么东西都要看到火深深的栩栩如深的那是什么样的状态 从效果技术上来讲如果拍到的话会很精彩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试图想拍博尔赫斯 但是又觉得很难很难 但是我觉得如果拍得好的话 我猜会很精彩 promoting事实力是 previously看到火深最早就可以了 因为市里面的你在山一边 可能有两个人reci mehr 多小说 Им commission的非常把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你要写书嘛 但是很少有一个别的作家 像伯尔赫斯这样 他笔下的所有的小说 里面的人物 要不是作家就是读者 要不是正在写书 就是正在读书 要不是买了一本书回来 就是正在去书店 或图书馆的路上 而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 大部分的内容 巧思都围绕着 与书与文字与写作与阅读相关的谜题 换句话说 你很难再找到第二个 像伯尔赫斯这样的 这么像书呆子的一个作家 英文叫做Bookish的一种作家 真的很少有人像他 由于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他的作品里面呢 散文也好 小说也好 总是充满了大量的引述 跟你讲一些很神奇的 你听都没听过的书的故事 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他太博学 知道的事情太多 但还有很多时候是他在虚构 他在玩一种虚构的游戏 就连他在写正儿八经的散文 跟评论 跟甚至是学术论文的时候 他都会虚构很多东西进去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他写的东西是真是假 那么像这么一个喜欢书 或者被书包围的作家 难怪他会说出以下这句有名的名言 他说什么呢 他说在他的心目中 天堂的样子 大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 那么后来不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说什么天堂书店啊 或者书天堂 这种种讲法 其实都是来自于博尔赫斯这句话 那么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 博尔赫斯就真的像他这句话 所说的那么喜欢图书馆 觉得图书馆就是天堂 天堂就像图书馆 不是这样的 你去看他一部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 叫做巴别塔图书馆 或者通天塔图书馆 在这本这个小说里面呢 很奇怪 有这么世界上有这么一座图书馆 是一个六边形 接着一个六边形 接着一个六边形 像风潮一般 无限的往外扩展 往上下延伸的一个巨型的图书馆 那么这样的一个六边形呢 就四边都是书架 书墙 两边是通到 通往其他的六边形的小间里面 然后这整个图书馆呢 是无穷无尽 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尽头在哪里 他的出口在哪里 你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了解 原来整个世界都被这个图书馆覆盖了 这个图书馆就是整个宇宙 所有人在里面走不出去 而里面所有的书呢 是杂乱无章的 里面这些书呢 是包含了西方文字的字母 所能够构成的所有组合写成的书 是一个这样的无限的一个图书馆 那么这样的无限图书馆难道你听了之后会觉得它是个天堂吗 不是的 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简直会令人发噩梦的一个地方 很可怕的一个地方 又比如说波尔赫斯还有一篇小说叫沙之书 这个沙之书就提到他本人有一天在家里面 有人敲门 来了一个人是个听说话的声音的 应该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人 高高的瘦瘦的穿着个灰大衣有点蓝绿 然后跟着有点沧桑的样子 他上门干嘛呢 他说他来卖书 他卖本什么书呢 最后他卖了这么一本书给我们第一人称的叙事者 也就波尔赫斯本人了 他自己里面写波尔赫斯 那本书呢叫做沙之书 这本沙之书啊 他是得志于印度跟巴基斯坦北边交界的一个沙漠地区 里面一个小村庄 那个小村庄里面有个建民阶层的人 印度是种姓制度嘛 那个建民建到的程度就是在太阳底下走路 别人要躲得他远远的 因为你不小心踩到他在地上的导影 你都会倒霉 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卖了这本很神奇的书 八开本很大的一本 不面封的 然后呢上面写的一个圣书这样的字样 然后下面印的是梦买印的这本书 那这本书有什么神奇呢 是这样的 你一翻开这本书 你发现首先他的叶码很奇怪 他的单双叶呢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你翻着翻着叶 你发现怎么34叶之后变成了786叶 也就叶码是全都是乱的 然后他再翻的时候呢 波尔斯注意到里面有一个现描的很笨拙的一个图案 这个时候卖书那个人就忧郁的提醒他说 嗯你要仔细看了 看清楚记住他 因为你再也看不到 这话什么意思 然后他认一认 好翻 然后回头再找那刚才看到那张图 怎么找都找不到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原来这本书一路翻 翻过去之后 刚才翻过那一页 整页的文字跟图片都将不再出现 然后他再注意看这本书 很死命的用拇指头 想办法把这个书的封面 里面找出他的第一页 但是平常我们这么找 这个书的第一页就会找出来 他这本书无论怎么挤 都有无限的叶 会在封面跟这个书的一堆子叶之间 生长出来一样 原来这是一本无穷无尽的书 于是麦顺说 所以这本书叫做沙之书 就像宇宙中的沙力一样 无影无限 博尔和斯用很低廉的价格 把这本书买下来了 买下来之后呢 他很沉迷天天翻 翻到后来 他觉得很可怕这本书 他觉得这本书 是一本很不祥的书 他几乎想放火把它烧掉 但是他想如果这是一本无限的书 那放火烧出来的这个烟 也是无限的 就足以遮盖住 整个覆盖住整个地球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不是做了阿根廷 国立图书馆馆长吗 他说他把它带回图书馆 放在某一层楼的 某个靠近洗手间的角落 把它塞起来 让他藏在那里 要永远的遗忘他 他离开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之后 终生都不敢再走进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他的故事 他有太多这样子关于书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你听起来都很奇幻 很魔幻 是很容易听下去的故事 你如果不是注意他的写法 是那么的眩学 那么多的掉书袋的东西的话 你又会觉得这是个小孩都能听的故事 但是你仔细再想想 这真的是一个小孩子能够简单理解的故事吗 他有时候呢写一些散文的时候 那些散文或者文论 你都觉得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奇怪的虚构的东西 那么写小说的时候 你又觉得他好像写的像正儿八经 要写散文写论文一样 比如说有这么一篇小说 叫做论科学的精确性 在他梦虎那本书里面 那论科学的精确性 或者关于科学的精确性 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呢 是讲一个古代的遥远的 已经遥远世代以前的一个帝国 那个帝国最拿手的就是绘图 以及绘制地图 那个帝国的绘图师非常厉害 乃至于整个国家绘集起来 形成一个地图院 整个国家最卖力的东西 就是去画地图 去展现跟描绘自己 这个辽阔帝国的全景跟版图 那些地图师 他画的地图 跟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地图不一样 他有点像今天的那种卫星地图一样 投影下来 这个地表上一棵树 他都要把它画出来 一个房子 房子上面的一片网 他全都要画出来 那是一种多么精细 多么夸张的地图 当你的地图要精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个结果是这样的 单单一个省的地图 就覆盖了一座城市 为什么 因为那个省的地图 你画得这么精细无疑 即便你是比例缩小了 那你展开还是很大 能够覆盖整座城市 而整个帝国的地图 则是整整一个省的面积那么大 后来制图院这些地图师们不满足 他们觉得这还不行 最了不起的地图是什么 要做一张一比一地图 你帝国有多大 这个地图就要有多大 一比一的地图 那是什么概念 那就是要覆盖了整个帝国 一比一对称 你画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 这张图有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大 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真的做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地图 很可惜的是 这种地图做出来之后 从来没有用处 为什么 一张一比一的地图 我要看看我前面那条路 该转什么弯呢 前面再走十公里 要左转去什么地方 我在这张一比一的地图上 我也要先走十公里路 再看前面左转是什么弯 这个地图怎么用 怎么拿 怎么长 怎么卷 更奇妙的是后来引发了无数学者来讨论这篇文章 记不记得 之前我跟大家讲 玫瑰的名字的作者 埃科 Ambito Echo 他就写过一个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如何可能绘制一比一的地图 如果我们要画一比一的地图 是不可能的 你想想看为什么不可能 逻辑上就做不到 我要画一比一的地图 我首先要在另一个层面上面 投影下去覆盖画出来 那那个地方在哪里呢 怎么去画呢 无论如何 最后 博尔赫斯他这么写 他说 这个没有用的地图 就后来被人忘却了 它变成像废墟一样的东西 人们不无亵渎的将它 弃给了烈日与严冬的摧残 在西方的沙漠里面 还留存着这个地 这张地图破碎的断片 成为肘兽与乞丐所欺居的地方 那么当然 这种种的故事 还不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么的迷人 这个故事呢 听起来跟我们讲的这个地图的故事 是有点关系的 这个地图你想想看 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这个教训就是 你真的想要具细无一的 彻底的展现这个世界 比如说我们拍东西 我们要展现地球的全景 我们要非常百分百的写实 展现东西出来 什么叫做百分百的真实的展现 要做到原作那么大吗 原样的房子 你要原样的把它搭出来 画在画上吗 那可能吗 有意义吗 他在探讨这样的问题 于是接下来 他在另一个故事里面 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挑战 这个故事叫做 博文强记的傅内斯 就说到我们的作者 有一天呢 在回去到乡下的一个老家 在度假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呢 就认识了一个人 那那个人呢 就叫傅内斯 这个傅内斯呢 耶雷内奥傅内斯 有一天坐马 在马上面呢 骑马不小心摔了下来 从此之后他就瘫痪 然后他发生了一个 很神奇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 在他还没从马 背上摔下来 没有发生这个意外以前 他是一个 什么都记不住的人 但他时间感特别好 你随便在街上问他 现在几点几分 他都不用看手表 现在八点四十二分 很神奇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 就当他是个傻子 但是自从他摔下来 瘫痪了之后 他成为一个很特别 很特别的人 他成为一个 怎么样很特别的人呢 这个人 他记性非常好 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 我们一眼望去 可以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三个酒杯 傅内斯却能看到一株葡萄藤 所有的枝条 一串串的果实 和每一颗葡萄 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 黎明时南面朝霞的形状 并且在记忆中 同他只见过一次的 一本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 同克弗拉乔暴乱前戏 传讲在内阁罗河激起的涟漪比较 那些并不是单纯的回忆 每一个视觉形象 都和肌肉 寒暖等等感觉有联系 他能够再现所有的梦境 他曾经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 从不含糊 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时间 他对我说 我一个人的回忆 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 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 又说 我睡觉时就像你们清醒时一样 天将亮时 他说 我的记忆正如垃圾倾道场 我们能够充分质感的形象 是黑板上的一个圆圈 一个直角三角形 一个菱形 一雷内傲却能只赶马匹飞扬的中毛 三缸上身口的后腿直立 千变万化的火焰和无数的灰烬 以及长时间守灵时死者的种种面貌 我不知道他看到天上有多少星星 你想一想这个人 这个菱内斯 他跟我们一般人不只是 他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是第一 他记性当然特别好 我们常常觉得呢 记性好是件好事 但是问题是 你要记到多好为止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 有时候我们去接受心理治疗 比如说接受催眠 很久以前一件事 我们自己老早就忘了 但接受催眠 那个记忆是能够恢复出来的 其实很多人都曾经研究过 指出我们大部分经历过的事 听过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 那个东西没有离开我们 其实在我们的储存之中 只是我们以为自己忘了它 它是没有被我们召唤出来而已 那么我们会觉得 太冤了是不是 如果我过去发生的事 都能记得住 那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过去所经历过的一切事情 你都记住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大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大脑 你的思维是个什么样的思维 那是一个非常紊乱的思维 人之所以还能够清醒 人之所以能够从过去的经验 总结出一些教训跟道理 人之所以能够知道一些事情 那恰恰是因为我们能够忘记 我们常常忽略了遗忘的作用 只关注掉记忆的那一面 遗忘是很重要的 遗忘人记忆的关系像什么呢 就像一棵树 在一个树丛之中长得太过茂密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修剪它 忘记就是那把剪刀 要修剪掉那些多余的枝叶 否则的话会怎么样 这个树可能会不堪其重 整棵垮下来 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 它就一定要吹倒的 这话怎讲 比如说我问你 你记不记得像阿非正传那样 去年的下午的八点四十五分 你在做什么 然后我想起来 你想起来不是遇见了张国荣 你想起来是张国荣走进来的 那一刻的时候 墙后面飞过了一只苍蝇 那个钟呢 是某某牌子的钟 颜色有点掉了 当时有个光管正在闪烁 看来快坏了 但是另外有三个光管呢 倒还是正常的 那同时我还注意到地上呢 原来有个水坑 那个水坑的水呢 看起来很脏 然后水坑旁边有个铁罐头 那个罐头是这个长城牌 午餐肉啊等等等等 如果你的记忆是这样 人家问你记不记得去年的八点四十五分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会忘记那一刻最重要的是就张国荣进来跟你说话 你记住的就是包括刚才所有的一些细节 你理不出重点 懂我意思吧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记忆之所以有重点 是我们能够有忘记 遗忘这把剪刀 把多余的东西剪掉 但是像富内斯这样子的人 他看到什么都会记住 他记住声音 他记住听到了所有的东西 他记住味道 他记住触觉 他不止记住一切 他甚至能看到一切 我们人看东西是有限制的 我比如说我眼前一眼望去 我首先关注到就我眼前几个跟我一起拍片的兄弟们 我看到他们 我不会去注意到原来那个桌上有一瓶可乐瓶 那个可乐瓶里面的可乐大概是整个瓶的 大概十分之四点五左右的满 我不会去注意这些细节 我不会注意我眼前的张桌上面铺了一块桌布 那个桌布是一个刺绣蕾丝桌布 那些刺绣的花纹 大概有总共有一百多朵不同的花样在上面 我不会去记这些 我也不会去看到这些 我们看东西 我们感觉东西 跟我们记东西一样 是掌握重点 然而傅内斯这是个什么人 你想想看 他什么都看到 什么都记住 那么这样的人 他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伯尔赫斯说 我们不能忘记 傅内斯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 他非但难以理解狗 这个共性符号包括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许许多多各色个别的狗 也就是你要说那些有条狗 他其实听不懂 什么叫狗 因为你想看狗这个名词 这个说法 他世界上有一模一样的狗吗 当然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所有不一样的狗 明明那么不一样 一个哈巴狗 一个贵妇狗 一个拉布拉多 一个白熊 你都能叫狗的 他们长得完全不同 那是因为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它能分类 比如说这些东西都叫狗 他们之所以能都叫狗这个类别 是因为他们都分享了一种共性 我们叫狗的共性 他们都属于狗这一类 但是假如你像傅内斯这样 他看到东西 看到所有细节 他记住东西 记住所有细节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推理抽象 你不可能掌握重点 所以他看不到那些狗 更麻烦的是 他说从侧面看的编号为 他给他们编号认住他们 编号为314的狗 名称会和从正面看的编号为3号4的狗 是一样的 他每次在镜子里头 看到自己的脸和自己的手都会吃惊 为什么 因为他不断的看到腐烂 蛀牙和疲劳的巧巧的进程 所以他每一分看镜子里面 自己都觉得那根本不是自己 那个人不停的在变 我如果今天照镜子 我会看到镜子里面梁文道 就是梁文道 那怎么会是傅内斯呢 他不可能 因为上一秒钟的傅内斯 有几个细胞还没死 现在已经死了 上一秒钟的傅内斯的胡子 只是长了那么一点点 现在却已经又多长了0.001公分了 他全都看到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注意到死亡和受潮的进展 他是大千世界的孤独而清醒的 旁观者 立竿见影 并且几乎难以容忍的精确 巴比伦 伦敦和纽约 以他们的辉煌灿烂 使人们浮想连篇目不暇接 但是在他们的摩肩街种的高楼 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谁都不像在南美洲 成交不幸的伊雷奥 傅内斯那样子 日夜感到沸腾现时 分自秒来的热力和压力 这就是傅内斯 这个故事跟我们之前讲的 论科学的精确性那篇故事 所要描述的概念是很相似的 那样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你要追求最完整的对世界的呈现 比如说画一张一比一的帝国全图 那是注定无意义的 你要记住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然后人家问你刚才看到什么 你把它全部说一遍 你能够无穷无尽的说了 一整个白天一整个黑夜 那也是无意义的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展现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世界 怎么样去认知这个世界 什么叫做无穷 如果世界上所有事物 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知 之所以能够表达 是总是因为经过省略 总是因为经过 比如说我们拍片子 你要取一个角度 遮蔽掉其他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遮蔽什么 不遮蔽什么 概念语言跟世界的关系 又是什么呢 这听起来好像一个 很深奥的哲学难题 然而波尔赫斯 就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 他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或者提出这些问题的方法 都是虚构的洋溢生趣的很奇妙的神秘的故事 他的观念世界 我们下一集接着跟大家再谈 他活在书里面 写出了书 我们又都是他书里面的人物的倒影 这是一个书的世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这世界很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